みなさんこんにちわ 最近评论区里想看一户建的户身很高 今天我们就给大家看一个面积比较大 适合多车家庭居住的一户建 今天要看的这个房子位于东京都的山壁区 步行到高景户站12分钟 这个步行时间相比其他房子有点远 加上宽大的车位开车出行是最方便的 房屋所占用的土地面积为120.36平米 登记的可使用面积为144.35平米 一共有三层 一楼车库为25.11平米 二楼使用面积62.93平米 三楼56.31平米 还有五个卧室 该一户建建成于2003年 这几天刚刚做完新装 售价也是过亿了 1亿0780万日元 只会人民币537万 一户建没有修管费 像这种有一些年代的房子 每年的税金也不会很高 具体支出费用在购房的时候 可以再详细了解 物件到车站的路上 有邮局 超市 浴场 药局和学校 车站附近还有个网球场 除了到车站有点远 步行距离超过了10分钟 其他配置还是非常不错的 下面呢 先点个赞来播关注 然后让我们跟着蓬蓬小哥的镜头 一起去看看吧 可以看到附近是一户建区 楼层都不高 眼前这个小洋楼就是今天要看的房子了 一层车库由于没有开放 我们直接在地图里看一下 除了能放得下两辆车 还有7.5铁 面积的空间可以储物 外侧往里拍张照大概长这样 从二楼可以直接进入室内 玄关的部分 正面是个鞋柜 进入室内先来看看盥洗室和卫生间 作为一户建 整个屋子的每个房间设计的都还有窗户 包括卫生间 将采光利用到极致 洗手台做了更换 中规中矩 无论是储物还是洗手 设备功能都很齐全 浴室很宽敞 带坐式的浴缸 前方这个板是保温用的 经常有人问我哪里晾衣服 除了阳台可以看到浴室顶部的这个设备就是烘干机 每雨季节大家都会把衣服拿到浴室烘干 这样的一个设备不含安装费 单配也要十几万日元左右 并不便宜 但是非常好用 门口右手边的地方是放起衣机的 再来看看厨房 其实近几年的新住一户建 大部分的厨房已经放到二楼了 但像这个屋子有一点年代了 厨房还在一楼 其实放在一楼是更符合国人习惯的 因为提着肉菜中午上下楼不是很方便 这个厨房面积很大 你可以自己再单配一些柜子和设备 电磁炉 烤箱 洗碗机 宽敞的操作台 以及可抽出式的水龙头 都让做饭的时光充满了轻松乐趣 厨房外围这一大空间就是餐厅兼客厅了 面积很宽敞 厨房前可以放置餐桌 另一边放沙发作为客厅配置 一户建经常会有这种二层门窗的配置 防台风防盗 拉起来外面就是一个宽敞的阳台 天气好的时候可以在这里活动 家里没人的时候合起来也非常的安全 另一边的房间是一个传统的合室啊 可以喝茶休息招待客人 两面寒窗装修的也非常扎实 看起来很新 合适的衣柜以吨厚结实为主 主要用来存放体积较大的被乳和其他生活用品 楼梯旁的空间也没闲着 腾出了一块储物空间 这样可以把楼梯下方的空间利用起来 去到三楼看一下 我们按照前进顺序来一个个参观卧室 一上楼梯的右手边这个卧室储物柜 是两扇门的宽度 但其实里面可以放更多 一侧的小窗户看出去啊 是一户建区的优美环境 另一侧出去呢 是贯穿三层三个卧室的阳台 卧室对面是三楼的卫生间 带一个洗手小水池 第二个卧室就只有一扇窗了 和刚才看到的阳台打通 带一个四扇门的储物柜 现在因为已经空置了 所以这种金属门窗全部都在使用中 平时使用的话呢 不用拉下来 厚重的推拉门在内部就可以锁上 也是比较安全的 下一个卧室在走廊的另一面 有两面窗 一面窗还是这种有一定夹角的 可以进到更多的采光 这里面有一个非常大的单间 寒窗可以用来储物 做个小书房也不错 最后一个卧室也是很宽敞的 单面采光 一侧通往刚才的阳台 还有一个四扇门的储物柜 好 那今天的还有五个卧室 双车位的三层一户建 我们就看完了 你觉得怎么样呢 快来留言 参与讨论吧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